这种进攻就是纸板快攻的中等力量 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 因为对手一看你拉手马上觉得你是大发力 其实你完全是可以调节 这板球的主要的动作要点就是前臂带手腕 就是前臂的快速收缩加上手腕的弹肌 还有就是腰部这个肘部作为快攻选手 一定要固定 对 不过今天一看到这个江海洋的比赛 马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 这个在比赛当中有很多想说的地方 因为它是原来这种打法呢 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打法 而现在关键是越来越见不到 所以前一段呢 这个十十号教练呢 当了这个女队的主教练以后呢 就提出来要百花齐放 要注意培养多种打法 比如说过去的长交 萧球 甚至萧球的长交 也就是外国有的我们要有 外国没有有的我们也要有 这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双方在第二局又打成了九比九平 江海洋发球 不太转 那这样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呃李扬呢是又以两分的优势 这个扳回了一局 双方打成了一平 呃从这场比赛呢 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技术啊 特别是主要技术都要配套 就像你刚才讲的 比如说正手工 有轻松力量的结合 斜直线的配合 还有这个就是呃上下旋的配合啊 长短的配合 就是技术一定要配套 不然的话打法特别单一 你知道吗 要不然就拼命发力 没有轻松力量的变化 要不然那就是一条线 叫对方封死 就是有主有刺 技术要配套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是的 其实乒乓球比赛难就难在这儿 看上去只是正手工 只是反手推挡 其实这里面有多种多样的变化 有轻打 有普通的打 有重打 有撇 有滑一板 还有就是发大力 这个用拉大手去打 还有就是用手腕 来光用手腕 前笔来弹击的打 所以多种多样 江海洋呢 目前来说 在正手这种深层次的掌握上 还是有很多的欠缺 所以就是前几板 拨杀拨不出来了 就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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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笔 一笔 三笔 走 今天这个黑龙江的李扬 呃 他在开局包括到现在 他的表现其实还是比较出色的 不说他在技术上有太多的表现 主要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斗志啊 场上的这种气势还是应该说比较高昂的 对 同时呢 呃 在于这个直板和横板对内较量当中呢 最有力的就是直板三笔头 再开局再上来把这个横板能够一下打懵 呃 然后呢 再一口做气 可能对方会稍微缓上来一点 然后呢 能够呃 直板选手正交快攻能够拿下比赛 一般来说走这个过程 呃 但是今天江海洋呢 呃 本来是一个可以从我刚才说的这条路呢 能够打通 但是他自己没有把握住 我说的就是第一局十比八那个机会球 从而呢让对方的整个不光是缓到了十平 打到十七平 最主要对方气缓上来了 三比六 三 六比四 这个球是属于技术动作有毛病 就是侧身没到位 然后呢 中心又下压 结果人在下面 手在上面 所以他压不住球 是的 哎成熟一点呢 这个球江海洋就刚才没有必要去 强行发力 对 因为比赛中间 嗯 最主要一条 主体是命中率 是要上上台 也就是说处理球一定要合理 就是说位置不够 不要勉强发力 旋转看不清楚的 不要勉强的上手 这都是要注意 就是所谓有胸有吻 也就在这里 就是处理球一定要合理 该打的一定要不要错过机会 不该打的不要盲目不上 那这样第三局的比赛 李扬呢 就以11比4 拿下了第三局 这样李扬就以2比1领先 第三局的比赛呢 看起来呢 明显的李延的占山峰 也就是说李扬因为比较熟悉江海洋的打法 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控制了局势 使李扬没有上手的机会 也就是说没有搏杀的机会 江海洋 所以呢李扬呢就跟对方打回合 就牵着你江海洋走 反过来讲江海洋应该在这个时候想办法 在发球上加快速度和旋转的变化 打跟对方的措手不及 就是说要速战速决 现在在第三局里面 我觉得江海洋最主要的一条 就是他的思想上啊 就是说非常急躁 我觉得也能看出来可能和自己队友比赛 和对其他队的一些选手比赛 还是有一些这个心态上 心态上一定要摆正这个位置 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 但是江海洋在第三局 我觉得突然一下在四比六四比五的情况下 就一下就急了 一直打到四比十一 他急有一个道理 他就是总想上手 但是呢他又没有机会上手 就被对方完全控制住 好我们来看第四局 李扬发球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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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1比3 手上了 1比3 现在呢是江海洋叫了一个暂停 因为从这局开局 我们能感觉到在气势上 在这个场上的这个优势上 好像更多的偏向于这个李洋这边 杨颖你是直板快攻打法的 就是跟江海洋有点类似 你想遇到这种打法 就是前三半把你破了以后 你怎么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 那就是要靠实力 这时候要靠基本功 如果你不能够跟对方打相持 打实力的话 那你将素手无策 因为你是想极力打到你的这条路子 就是前三满用你的正手 用你的发球 可是一旦对方能够控制住的时候 你必须要能够和对方对付一段 这样呢慢慢再转到你的特长上去 那这么说就是说江海洋要加强实力的训练 是的 其实我感觉这李洋的反手其实比较弱 他的反手你看没有什么攻击能力 江海洋只要进攻 只要能保证命中力 他还是非常这个 有机会或者是非常能够打通这个李洋的球路 但关键是江海洋他在其他的技术上有一些乱失误 就是说未失误 然后呢这个让对手的缺点 这个比如说防御反手都暴露不太多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在交座举行的17岁以下青少年乒乓球挑战赛 我们的优时期的比赛呢 现在是进入到了倒数第二轮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 将和下一个种子选手争夺优时期青少年挑战赛的最后的冠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这局呢 已经江海洋在暂停之后呢 扭转了这局的局势 现在7比5 6比7 7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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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6 8比6 8比7 7比7 8比7 8比8 轻挑会更好一点 7比8 8比8 雅尔岛这个男子选手青少年和女子选手的青少年 您觉得就是哪一个能够成才的更快呢 一般的情况应该是女子成才快一些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呢是女子的这个打法要求不像男子那么复杂 因为身体和身体条件的关系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只要有一点实力 有一定的实力他就可以打一打 如果是有特点又有实力那就更好了 男的就不行 男的必须要有杀伤力还要有点特点 要求技术复杂一点 不过我想出一个尖子出一个苗子 也是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要具备很高的这个在乒乓球上的一些天赋 对 这个球江海洋又有一些犹豫 正手没有发力 打的也比较匀速 现在双方打成了九平 打的也比较好 那这样江海洋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呢 又以十一比九搬回了第四局 现在双方的打成了二比二平 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是势均力敌 其实这个比赛我觉得就是应该按正常从我对技术上的分析 我觉得应该是江海洋四比一拿下这个比赛 就从技术上来分析的话 包括打了四局 但是江海洋没有 没有就是说能够把握这种实力啊 包括把握这个场上的局势 或者是没有抓到这个致命的比较致命的东西 就是对方的一些缺点 他还没有完全抓住 所以现在打成了二平 就是战术运用的不是非常清晰 也就是不坚决 你比如说明显的李洋是反手弱 正手弱 对对 那你就死定反手嘛 对不对 从反手突破找了机会再打正手 去正手的球一定要有质量 你如果去正手的球很轻 很软 对方正好给对方机会 就是说你怎么样 他坚持自己的有效战术 主要战术一定要清楚 什么是主要战术 什么是辅助战术 一定要在赛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的 往往是当局者迷 所以一在场上呢 这个容易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 好 我们来看第五局 江海洋呢 也是我们国家二队的选手 这名选手也打了多次的优势期的比赛 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内的比赛 他也参加了 所以应该说在比赛场上 有一定的经验 有一定的这个比赛能力 再来 好 参加了 二队 你看到现在 李扬呢 应该说他的反手弱 所以他现在加强侧身 一般来说侧身呢就能弥补 这个反手的攻击力差 防守能力不强的这个缺陷 二比三 小二导您在当教练的时候 比较喜欢哪一类型的运动员 所以你觉得一眼就能看中 就能够有培养价值的 从心理素质上讲嘛 喜欢那种像邓俠平啊 你啊这些人的这个 就是一上场一看这个人都特别有朝气 特别有杀气 这是心理上的 第二个就是看这个意识品 在场上那种生龙活活啊 这个这个这个坚持到底啊 美分必争啊 另外就要有特点 一看有特点 有可塑性 可塑性 对 就是我到手以后 我能够进一步的精细的雕琢它 那有的你一看 水平不错 但是呢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下手 对 来雕琢它 不过这个成才呢 其实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的成才的周期并不长 应该说在十几岁 就能够看出 他是否有比较长远的前途 一般的 我当了这么多年教练 我的体会就是说 一般的十二三岁 我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他将来到底还有多大的发展前途 因为什么呢 毕竟搞了这么多年 另外呢 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 我们能看到就是 他基础打的怎么样 他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在十三四岁 已经基本上 应该说是很清楚了 是的 还有一些选手呢 我们把它叫做大气晚成 其实这些选手呢 他可能在一开始 在少年的时候并不突出 但是呢 他的技术 也是有一定的潜力 比如说像 原来现在我们中国香港的黎宁 原来黎宁在小的时候 他的球并不是说特别突出 但是他的球 让人感觉到还是比较难缠的 他有实力 对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也就看到了这种 大气晚成啊 这种通过时间 通过磨合磨练 再通过这种自己的刻苦训练 还是有可能成才的 但是首先要具备 就是要有特点 有可塑性 他虽然成熟的 但是他从年轻的时候 他就具备了将来盘登高峰的那些基本要素 比如说意志品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扎实的基本功 是的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比较关键的时刻 现在第五局八比六 李洋领先 这两名选手 虽然都是黑龙江省的选手 但是现在我们也要求是对内竞争 要求这个内战内行 是吧 这个内部竞争啊 这是促进乒乓球运动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体制或者是机制 这个现在全国各行各业 都是要有竞争机制才能够发展 乒乓球更是如此 几十年长胜不酸 就是有一个良好的竞争机制 比如从五几年六几年开始 这个从地方搞大区集训 到搞二队 最后搞国家队 一层层的地方和国家队的竞争 地方之间的竞争 二队和一队的竞争 所以才能够人才层出不穷 现在十比八 好球 李阳的教练呢 李大成现在叫展厅 我认为这个展厅叫得非常及时 这个他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个江海洋落后以后 追追追追的以后 他希望趁热打铁 突然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让他凉下来 凉下来再考虑考虑 再热不起来了 主要让他让这个江海洋想 就是其实前面追的都没用 对 只有这个球才是最关键的 如果说追到追到十平的话 他可能输一个他还有机会 那现在前面追的 如果十比九的时候 输一分的话 那就这局还将结束 那像你们当运点的时候 领先的时候 我叫你们捡球快 一口做气 抓紧 对 防着讲落后追上的时候 也是抓紧了 抓紧 对方已经有点紧张了 赶紧 但是现在有暂停了 这个教练叫暂停 也是非常关键的 要掌握好火候和时机 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关键的一分 十比九 李洋发球 拉反手 好 谢谢大家 江海洋的轻打是特别针对这个李洋的反手的 现在10比11 那这样江海洋就在关键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是又一两分优势 是胜了这局 现在双方的打成了3比2 雅党您原来就是当了很多年的教练 也做了很多比赛的场外 您觉得您在做场外的时候紧张吗 一般的情况下我不紧张 因为什么呢 我非常投入到比赛里面 就是人呢 一直非常关注整个的比赛 完全思想完全进入比赛状态了 所以我就来不及想紧张的事情了 反过来讲 有的时候我想的比较多的时候 人有杂念的时候 哎呀 赢得怎么样 输得怎么样 有的时候有有有有有有很紧张 所以也是有一个 教练员也有个心理素质的这个锻炼和培养 对 这个教练员他要自己要有个自我调节能力 就是说你作为教练员 你在场外 你虽然有点紧张 但不能表现 但是你要面对笑容 对 而且感觉对非常坚定 非常有自信心 这样呢 运动员紧张的时候一看你 以后他非常增加了信息 反过来讲 你这个人特别紧张 运动员本来就紧张 一看你他更紧张 好 我们来看第六局 江海洋现在在相知当中的正手轻易不发力 而是轻轻的多板数的打住这个李洋的反手 像这个李洋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名选手从整体的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上 还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唯有呢 在技术上这个反手啊 过于过于弱了 就是过于弱了 如果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 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 要被对方抓住的话 将很难摆脱 所以要想冲击高水平 必须要技术全面 对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假如说你的其他技术非常的出色 但是有一个技术呃是非常弱 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弱点可能恰恰被对手呢 这个能够一直在场上抓住这个弱点 反而呢 你其他的优势的技术 就会就是削弱了你的发挥 这个弱点被对方抓住以后呢 有两种办法来弥补 一个呢就是扬长臂短了 比如说我反手弱 我拼命测身 另一个办法就是我反手不跟你好好打 你一到反手来 我能发力发力 能弹就弹 然后拼命测身 这样呢 也能扰弹对方 就是说有技术上的弥补和战术上的弥补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2 打中间 这个球江海洋稍微过于的这个打的轻了一点 如果碰到这种正手位的小半高 还是要稍微加一些质量 不过指板正交选手 在这个比较重要关键的时刻 他一般不轻易的低球起板 还是采取拉的这个技术比较多 但是指板正交往往是拉多了之后 你再想打 你这个手啊 就不听使唤了 因为你这拉球的动作是手拉的比较大 这个放的比较低 比较低 那你打的时候一定要小动作在台上打 所以这有一个拉手的这个调节 所以要先打的话 拉就不成问题 如果先拉光拉拉到最后 肯定是不容易再拉这个小手去打 谢谢 谢谢 9比4 现在江海洋也加快了速度 这样江海洋的赛点 落后这么多 这个球打出来了 其实早应该用了 反手搏杀 好球 那这样江海洋就以4比2 胜了自己的队友李洋 那稍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胜方的晋级 看下一场 就是本场比赛之后的晋级情况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